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晚上六點半在台北火車站 我們桃園市產業總部會 還有非常多的操縱團體的朋友 在火車站去執行的一個 在台灣歷史上第三次的過軌 同時也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唯一第一次的過軌行動 為什麼會必須要採取這樣的一個激烈抗爭的方式 因為我們看到在國民黨執政時期 工人 官場工人被追殺 只能用過軌來抗爭 但是在民進黨執政 他不是只有一群工人 他是全台灣一千萬的勞工 都被用過軌的一個勞基法的凱惡 被逼到走投無路 沒任何的抗爭 都被蔡英文政府 用佈滿全台北城的巨碼擋了下來 到最後我們發現 當柯建民說這個勞基法修正案 就是一定要過 就是要36小時把它表學完畢 我們看到民進黨政府 就像是一個施控的列車一樣 這是一台施控的過勞的列車 他就是要 輾過所有全台灣的勞工 財團政府 輾勞工 財團政府輾勞工 財團政府輾勞工 過勞列車擋下來 過勞列車停下來 財團政府輾勞工 財團政府輾勞工 過勞列車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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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蔡英文 趕快回應 立即社會搞定法 就是9229 好不好 好 退回惡法 退回惡法 拒絕過勞 拒絕過勞 退回惡法 拒絕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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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了 收了最多財團 政治獻金的 平黨立黨委員柯建林 非常不耐膽 認為 其他的在業黨 是在拖延時間 不要再討論了 所以就在剛剛 就在剛剛民革在發言的時候 協商就已經結束了 但是到底究竟 協商有沒有所謂的共識 有沒有改了什麼部分 坦白說 我不知道 但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協商結束之後 蘇家全要求大家回到院會去 現在正在移動 很清楚 協商結束 回到院會 下一個共同 就是三讀足條表決 所以很清楚的是 我們在院面喊這麼大聲 我們昨天結束在立法院 從去年開始 這麼多勞工團體 在高雄遊行 在台北遊行 第二個場次都超過一萬人 的勞工上街頭 但是 對於想要應該的民進黨政府 的實際黨 的立法委員來說 完全不當一回事 千重不清 千萬請你 gods 三秒迷分 保援� Pathak 迈退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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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獅得足備 dried up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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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